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相处有一年多了 起初感情非常好 但是后来因为毕业工作 要分开两地 我们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多 我特别不喜欢他去做一些兼职 还和那些不认识的人出去 这让我特别不放心 我关心他 他却认为我是在管着他 为此我们总是争吵 感情就越吵越大了 他嘴上总是说关心我 其实就是管着我 还总是怀疑我 明明是他自己和其他女生暧昧 却总是怀疑我和异性关心不尽 他现在越来越不理解我 不理解我工作上的压力 这段感情让我太累了 我不知道我们还能走多远 这叫一个累啊 来 掌声请出 累累的一堆 有请 男嘉宾小冬22岁来自北京 是一名兼职教练 女嘉宾小夕22岁来自江西 是一名活动策划 来 有请有请 有请两位 来 欢迎老魏 你是北京的 对 你是江西的 是 怎么认识的 同一个学校 校友 对 毕业了吗现在 现在实习 现在你在哪儿实习 我就在我们学校附近实习 哪儿 哪个城市 那个干中 你呢 我现在在上海这边 找了个实习单位 等于你们俩现在一地了是吧 对 这个实习有多久了 三四个月 小片里说你觉得累了是吧 对 谁先说吧 就我们两个分开一地 就产生了很多矛盾 感觉他一地就兼职嘛 兼职做健身教练 你想现在做四人教练 就会跟一心有很多接触 然后我们又不在一个城市 不放心他 对啊 别做了呗 女朋友这么在乎 是 我过来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不干不就完了吗 解决什么问题啊 但是因为他在那边 生活压力也挺大的 所以我想帮他分担一下 你想帮他分担一下 对对对 女生是建议男生做监局教练是吧 对啊 之前他健身教练跟我约法三章了 你知道吗 就不允许他去和女孩子 做亲密的肢体接触 然后不允许单独加微信聊天 然后不允许单独出去玩 他答应了 答应了 但是后面就违背了他的诺言的那种 就有一次他在上海这边找我 平时也不会查他手机 在一起看电影楼就发现有个小姑娘给他发信息 就说你在哪儿楼出来玩 还发了一个什么挺可爱的表情 感觉这两人就经常聊天 就特别不能接受 我就感觉他在那边就让我特别不放心 男生女生说的这你都承认吗 因为我相当于是去监视房兼职嘛 然后没有固定的工资 只是从那个会员那块就是拿一些提成 所以多跟那些会员保持就是好的关系嘛 我觉得这都是借口 好吧 但是这事女生很介意 就别做了 好吧 这个可以 可以 没事了 女生呢 可以 主要是他自己在上海那边工作 压力比较大要租房子 然后又去兼职了 他不同意我兼职你知道吗 你兼什么职啊 就是他经常 因为原来我跟他在一起之前 我就知道他兼职嘛 他就是拍一些那些发模 或者是那个 平面模特是吧 对对 这些东西 但是他去了上海以后 他就开始接那些内衣模特 不是内衣模特 就走了一个泳装秀 然后我就发给他看了 然后被他说成内衣模特了 他那布料太少了 我就感觉就跟内衣模特差不多 然后我就跟他 你干嘛 就别再做内衣模特了 是吧 不是 主要是他做完这些以后 他最后 然后还跟别人一块去吃饭 哦 关键是吃饭 不是 你想我们在外面 就接这些活动 结束完那个商家 可能就会带大家一块去吃饭 是大家一块去吃饭 我就觉得这没什么 不知道他为什么就不能理解 我觉得吃个饭没什么吧 对 你不理解我 这个小子心里小 你也不理解我 不是 主要是 他在学校这边 异性缘特别好 然后有好多 异性缘好 好多男闺蜜 我的天哪 不就两三个 就好多男闺蜜 你有两三个男闺蜜 就之前就 我们是一年 在一起一年多 然后在大学这几年 就是就会有很多 就大一职玩过来的 就老乡的那种 就玩得特别好 好朋友 有的大哥哥那种 异性好朋友 对 有那么两三个 他那些好朋友都太好了 就有一次 我们下午说去 就是看电影 然后他就朋友 给他打电话过来 就是因为他朋友 比他大一届嘛 然后要毕业了 然后说约他去逛个街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想 认识我之前就 就跟他就挺好的 然后也人家要毕业了 我说那去就去呗 然后我也没太多想法 然后我就帮他去 心真大 去就去啊 不是他们是跟他们一个宿舍 一块去 全宿舍 对 然后我说那我也出去玩 然后我就带我朋友 一块出去玩了 然后正好 你那是女闺蜜 不是 我那是我室友 正好在一个商场碰见了 我就看他们 有两三个女的在前面走 然后他跟那男闺蜜 就跨在一起 在后面走 跨在一起是怎么个跨法 就是就就就就这样 没有我跟你解释一下 主持人 就是当时 你不用跟我解释 跟他解释就行 我都用所谓 没有 我跟他 我跟他解释了 我跟他解释过来 就被他讲出来 就感觉 就肯定会被大家误会的那种 当时就是 他说要毕业 咱们一块去吃个饭吧 跟我们一起试了 就那个男孩子相当于 有点妇女之友的那种感觉 就胖胖的 大多人的那种 大家都很喜欢他 吃完饭之后 咱们就逛逛商场嘛 对对对 去一家服装店嘛 可能就说 那件衣服好看 就勾了他一下 就拉着他 只要那件衣服 说你穿这件衣服挺好挺好 这样子 当时就正好被他看到了 而且他知道 我跟那男孩子关系挺好 也知道他跟我们一个寝室 跟很多人关系都好 不是 那跟你关系好 也不能这样吧 我觉得 就很随意 没有想那么的 就这样拉了一下呀 女生的解释是拉了一下 不是胖 咱们就当时一笑 不是勾在了一起 这只是其中之一 他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已经在外面吃饭了 就是晚上穿饭就要走了 你们俩约会 吃饭 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穿饭了 都已经要走了 挺晚的要走的吧 然后他就也是接了个电话 接完电话以后 就把电话挂了 跟我说再等一会儿 然后过一会儿 就又来一个男闺蜜 不是上一次那个 就过来就抱着他就哭 抱着他哭 就反正就是 就你在他肩上吧那种 靠在他肩膀上哭 你还在旁边 我就在对面瞅着 我天哪 不是 这个确实液超过我们的想象 我解释一下 当时这个朋友也是一个 他女朋友是跟我同届的 就我跟他女朋友也是闺蜜 就关系特别好的那种 这个男的之前跟我关系好 他们两个还是我凑成的 然后后面 后面他们俩在一起 这个男孩子就特别喜欢我那个闺蜜 就每次和这个女孩子吵架 然后就会来找我 帮他们和好 然后就那次闹得特别严重 然后他在电话里就跟我讲 就可着急 就有点带哭腔的那种 就可着急 就说让我帮帮他 让我帮帮他 问我现在在哪 说他现在有好急的事 说他们要分手 说那个女的要走了 我就说 行吧 我在哪 你赶紧过来 然后他就过来 他一过来 他当时就 就那种奇迹 就直不住 就一下子就搭着我 搭在我肩上 就说你快帮我求求你 你求求你 你快帮我留住他 快帮我去讲些好话话 就这样子 我当时总不能把他推开吧 虽然当时男朋友 在旁边是有点尴尬 但我不能把人家推开吧 人家都要崩溃了 不是 为什么不能呢 当时他情绪都要崩溃了 然后他就 靠子在了一下我的肩上 他跟你的好朋友 为什么关系不好 你知道吗 反正 你分析一下 你告诉我为什么 讲别人的事好吗 为什么呀 看不到未来 然后就是女孩子比较理性 那个男孩子比较感性 是这样吗 是 行吧 就这样吧 我看不是 我觉得也不是 我要跟谁谈个恋爱 我这男朋友 天天都跟莎娜在一起 没有 没有经常这样 没有经常这样 就是他们一吵架就会这样 有点什么事先找你 不是有点什么事就找我 因为我可以说动他 和那个女孩子 因为那个女孩子 跟我关系特别好 那可不就是跟你在谈恋爱吗 也不是跟那女孩在谈吗 没有 很少 就是他只有没办法了 才会来找我 经常没办法 抱在你肩头哭泣 那个是那一次 是那一次是 好吧 就那一次才那样 行吧 你这女朋友 他说那个胖子是妇女之友 他是男生之友 大家都愿意找他倾诉 是吧 没有 就这一两个 就确实是关系特别好 都在一起 行了 这事过了 别那么小心眼了 哭都哭过了 他就不放心我在外面 主要就是是因为异地 这些他都知道 他能理解 我问你 追他的人多吗 除了闺蜜什么的 反正我感觉挺多的 怎么感觉的 就是微信人特别多 微信人 然后老有消息 就那种 他有的消息删完以后 他会留意空白的 然后我就老能看见 然后他也跟我解释 没什么 然后我也就 就没什么就没什么 没什么就没什么 你挺心大 挺在意的 但我不说 你为什么不说呢 你在意为什么不说呢 你还没有说 那一次 因为有一次 因为有一次有个朋友 就送了一下花 他就挺介意的 送什么 送花 送了一枝花 一束花 送了一个月的花 就当时就我跟他讲了 我说就是 就是在这边一个朋友 可能就因为有一次活动 然后就跟那花拍了两张照 然后他就觉得 我挺喜欢那花的 然后那男的也知道 我有男朋友 然后我也从来不会跟他 有过多的接触 收了一个月的花 没有 他那个 他直接就给订了一个月 就每周就会换一次 然后我当时就说不要了 然后他说 他说订都订完了 就已经订了一个月 以后就不送了 现在还送了 现在没有了 跟他说清楚了 什么时候毕业来着 明年 现在都在实习 对 毕业以后怎么办 我是想毕业以后 他想去哪我去哪 那你这实习 为什么不也去上海实习 我是五年制的 他现在相当于是 已经可以走了 他可以走了 对 然后我得在周边 找一个兼职的地方 你还得有一年才毕业 对 你说要去哪 我现在目前是在上海 可能以后会回他北京那边 也可能会回自己家那边 也可能上海这边待得比较好 也会留在这里 一年之后你打算去哪 这个就看到时候 现在在上海就差不多 如果这边发展得比较好 可以安定下来就待在这边 如果不行的话 到时候要不回我家那边 要不回他那边 就是如果你这一年在上海的话 你不怕他在学校里面 生出点什么事吗 所以就不想他做那些兼职 那不做了就行了吗 不做就不会有这么多事 他现在就跟那些女孩子出拳 他就有借口 如果他不做了 他就有借口是吧 对啊 做这个健身教练这个兼职 他如果实在不想让我做的话 我可以不做 但是我希望他这个 在我学习的这一年可以回来 就是我在这边刚刚安定好 这一圈也有了这一块的朋友 就活动策划 就我也挺喜欢这种 我平时这些活动就化妆啊 就穿好看的衣服啊 就这个圈子已经有了点人脉 就如果再让我回去 回去那边主要是我们以后 都不会待在干中 好好好 再回去感觉就是浪费了一年 明白了 其实说白了是女生已经毕业了 男生还在读书 对吧 对 这个如果你往身理说的话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 两个人感情还不错 虽然你有你的男闺蜜 我有我的看法 但是我都忍下来了 一旦距离产生了 彼此就都不放心对方了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现在特别讨厌一句话 这句话在年轻人中流传特别广 叫颜值既正义 颜值既正义 什么意思呢 只要你长得帅 只要你长得好看 你做一切都是对的 做什么都对的 我特别讨厌这句话 我不是说是 讨厌大家喜欢颜值 那高颜值的我也爱看 但是颜值既正义 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很多的姑娘 很多小伙子 你们两个人都算是 比较有颜值的人 颜值在线的人 那当颜值既正义 这个价值观 这个理念在社会上流传之后 会带来一个坏处 就是颜值在线的那些人 觉得我做一切都是对的 但是你不可以这么做 你稍微想一想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 包括你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 我做什么都是对的 我做的都有理由 而且我没有 让最坏的结果发生 一切都是你的误会 但是我做这些事情 你做了就不行 我做是可以的 为什么 有颜值的人太受仇了 太多人对他们释放好感 太多人去追求他们 就好像你收一个月的话 但是我跟你说 就是一般的姑娘真的拒绝 收到第一次收到话 就转送了 为什么 要让自己的伴侣知道 我是不会收人家东西的 界限就在这儿划 不是有没有人给我送的问题 而是这个东西 进不进我家门的问题 这个东西进不进 我的生活圈子的问题 如果真的拒绝它 这个东西永远不会 进我的生活圈子 我的门是关上的 这些事情是我想告诉你们 对于你们未来有用的东西 但是这不是你们 现在真正的问题 那异地是你们真正的问题 因为很可能 从此以后 你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怎么在一起呢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 夏老师 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是在女生这个位置 我跟你讲啊 我也健身 我的私教是女教练 这是我自己主动要求的 因为我知道 就是在这个职业当中 每一个私教 他都会要把自己 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女学员 可是这个是 自己心里的一个标准 有很多私教 我跟你讲 私下是会给女学员发信息的 而且会帮他计算 这一天的卡路里 真的是这样 每天联系很频繁 可是当他给自己 立了一个标杆之后 他知道 我的界限就在这儿 我不会越过这个界限 然后在你这儿也同样 我们节目组 录完节目 可能我们也吃饭 聚餐单单女女 都在一起 标杆在哪儿 在你心中 现在没有标杆 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很多的人追你 追你是别人的事 可是你的态度 你暧昧的态度 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首先要把这种 自己对于追求者 投来的目光 怎么去迎接这些目光 或者说怎么去拒绝 这些目光 这个问题想明白了 才能去面对你们的感情 归根结底一句话 你可能要的不是他 所以你就明明白白告诉他 还有一点我告诉你 妹妹就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特别理解你 就是刚刚步入社会 然后被这种的 新鲜的事物所包围 觉得自己好像一下 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 但这个时候 是最容易出现 价值观曲折的一个 一个人生节点 就是永远永远 记住一句话 女生要自重 自己爱自己 才能会赢得别人的爱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莎老师 来听听途老师怎么说 我们时常会发现在 这个舞台上 总是有你们类似的 一幕出现 就是男女双方 各指责对方说 你跟别人没有保持 清楚界限 暧昧不清 而我是清清白白的 别看我也跟那些人 保持亲密的关系 但我心正 我绝对不会发生些什么 听上去好像都是 不信任对方 却信任自己 但其实恰恰相反 当你不信任对方的同时 其实是你不信任 你不信任这段关系 你不信任这段关系 就等同于你不相信自己的判断 你不相信自己的判断 就等同于你 其实是不相信自己的 所以事实情况 不是不相信别人 是不相信自己 但是事情就是这样 当一个人越不相信自己的时候 就越希望通过指责别人 来证明自己 我是对的 因为你心虚嘛 所以我所看到的是 你们在指责对方的时候 其实语言也没有那么坚定 而对方在指责自己的时候 你们的情绪是恼羞成怒 恼羞成怒就是被揭穿了 被揭穿了自己内心的一点小心思 比如当他说你那花的时候 其实这个我是直接跟别人拒绝 拒绝了别人 拒绝没有用的 拒绝其实还要更剧烈一些 所以当两个人互为不信任的时候 其实是不信任自己 在这个时候 恶性循环往往就从 你通过指责对方 来证明自己的时候开始 真正的做法应该是什么 当你自己内心不相信自己的时候 其实你渴望的是被认同 被信任 对不对 所以你要想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当你想要被认同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能给别人一点认同呢 同时自己更做好自己应该做 当一个人爱得卑微的时候 爱得不自信的时候 如果不从自己开始 反而要从指责对方开始的时候 你不觉得那是在骂自己 希望你们是来通过我们的一些意见 从自己改变开始的 而不是通过我们的这张嘴 把对方教育得像你内心的那样的想象 而自己却从不悔改 好吗 好 就这样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年 我们两个在一起也有一年多了 我不希望就这么结束这段感情 我承认我的一些幼稚的想法 就是太管着你了有的时候 然后我以后也会改 但是希望你也能为我做一些改变 还有一年的时间 我希望你可以来到我这边 找一个实习的地方 如果你不喜欢我这份兼职的话 我可以辞掉它不干 换一个其他的兼职 其实我这边做这些活动 也是因为在这边 你也知道我 我知道你也理解我压力挺大的 然后做这些活动 确实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我也不想花时间再去和另外 接受另外一段感情 但是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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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好了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男生会同意女生去上海 女生愿意为男生放弃 他现在所喜欢的生活吗 来 请开门 马上开始 请开门 两次内心的小回啊 感觉挺不容易的 我以后会去你的城市 陪你一起努力奋斗 亮灯吧 祝开心 生活的路还很难 好好走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 请回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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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